美金记者,刘用生美金编辑,刘亦,连日上涨的比特币,今天再次站上创纪录的高点,加密货币数据网站非小号行情显示,从昨夜18点后,比特币价格开始暴力拉升,截至今天18点左右,比特币价格24小时暴涨14.23%,近7天,比特币价格涨36.71%,近30天, 比特币价格涨59.79%,近3个月,比特币价格更是暴涨123.74%,特别是在今天16时左右,比特币价格一度突破8300美元,一举创下近9个月最高水平。 图片来冤,非小号截图,据外国加密货币数据网站CORMARKTCCT,截止当前,在所有收录的2173种加密货币中,其整体市值已突破2393亿美元,其中比特币占比达到59.8%,市值达1400亿美元。 图片来冤,CORMARKTCCT,截图,比特币今天的暴涨,与昨夜美股地暴跌可谓形成强烈反差和关联,由于全球贸易摩擦的升温,美国隔夜的股市遭到抛售。 13日开盘后,纽约股市三大股指一路下跌,道琼斯指数盘中一度下跌超过700点,最终以25324.99点报收,跌幅达2.38%,标准普尔500指数下跌2.41%,纳斯达克指数的跌幅高达3.41%,纳斯达克指数当天的跌幅还创下了今年来的最大单日。 跌幅,每日经济新闻记者已经报道,截至北京时间0点40分,纳斯达克和纽交所总市值损失合计高达1.2万亿美元,有专家分析,正是由于贸易摩擦的加剧,加上中东、委内瑞拉等国家的动荡局势,给比特币提供了想象的空间。 此外,据外国加密货币媒体Clandex报道,比特币期货交易所BAKKT宣布,正推进其实物解放比特币期货产品的计划。 BAKKT首席执行官Kelly Luther,BAKKT正在与美国商品期货交易委员会密切合作,准备期货和托管的用户接受度测试,预计测试将在7月开始。 这也为比特币币带来了利好消息,纵然比特币连日来不断走高,并与今天站上了近9个月来的最高点。 对于比特币的价值,世界投资大师在日前举办的股东大会上再次指出,这是一个赌博设备,有很多欺诈的行为与之相关。 对此,国际投资机构NeuropacificCAPITL首席执行官Peter Schiff在最近的K,加密货币只是赌博的投机工具。 这位资深股票经纪人表示他不相信比特币与黄金有任何共同之处,并声称比特币是傻瓜的黄金。 Shift一一步表示,比特币没有任何内在价值,购买者只是相信可以以更高的价格卖给其他人,比特币就是一个庞氏骗局,每日经济新闻。